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 变脸在穿剧中是很有名的一门记忆 变脸表演非常有趣 只是一眨眼的时间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脸部 不断地在演员脸上出现 就像快速变换的表情 是不是很神奇呢 太神奇了 好玩吧 我们国家的这个戏曲啊 可真的是博大精深呢 小股东 既然这个变脸这么神奇 一会儿变来一会儿变去的 今天啊 我要带来这个魔术 也要像变脸这样神奇 你说好不好 太好了 你好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给大家表演这个神奇的魔术 小嘉宾 岳志轩 今年五岁 小嘉宾 杨天哥 今年五岁 小嘉宾 杨天哥 今年五岁 咕噜咕噜 李泡泡大魔术师 快给我们表演神奇的魔术吧 小朋友们想不想看 想 好的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表演魔术 看 在我的面前呢 有一个玻璃小碗 里面是什么呀 硬币 硬币 谁能告诉我里面的硬币 面值是多大的 来 嘲嘲我们的小朋友 认识吗 多少钱的呀 知道吗 一脚钱的 一脚钱的硬币 来 现在这边小朋友看一看 上面有一个阿拉伯术字的一 一脚钱的硬币 都是一脚钱吗 知道 这样吧 我请红果果来检查一下 看一看这个玻璃碗 还有这个硬币当中 有什么问题 我一定要仔细地检查一下 仔细看一看 帮小朋友拔好碗 有一根铜色 不能为红果果这种精神 鼓鼓掌 小朋友 接下来呢 我需要来变魔术了 首先呢 我要从板里拿出一枚 是多少面值的硬币来着 一脚钱 把它握在手里 对不对 一脚钱的硬币 一会儿请大家一起来和我说出我们的咒语 当然电视机前的你也要一起参与 然后我要争取把这个硬币变大 变大是什么概念 是硬币变大吗 还是数值变大 这样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就知道了 好 一次成功好不好 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和我一起大声地说 好 手里的硬币掉出来了 来 我不碰它 自己拿起来看一看 是多少 变大了 是一元钱的 小朋友来 检查检查 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不好 一会儿 是一元钱 是一元钱对吗 来 我们来 碗里全是这个一脚钱的 然后呢 说完咒语之后 掌声在哪里 掌声在哪里 怎么样 小朋友们 想不想和我大魔术师绿泡泡 一起来学这个神奇的魔术呢 小妈 加油 好 别着急 在学变这个魔术之前 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魔香乌拉拉 让他来告诉我们 今天都要准备哪些材料 好 让我们一起说 魔香 魔香 乌拉拉 今天变博术所需要的材料是 鱼线 双面胶 蓝 一元硬币和一些一脚硬币 好的 现在我大魔术师绿泡泡 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 在变这个魔术之前 我先张开我的手掌 让大家看一看 右手 有东西吗 没有 看好了 左手 有什么呀 一脚钱掉了一枚一脚钱 对 而且呢 看 在这儿有一段鱼线 然后呢 绿泡呢 把这个硬币粘在了鱼线上 然后呢 另一头粘在了我的手掌上 但是注意 这个鱼线掉的硬币呢 不能超过手掌 如果说这个硬币 哎 掉到这儿 那不就穿帮了吗 对吧 哦 要带住它 哎 那么我们呢 先把它握在手里 当然在手掌里还要提前准备好 这是多少钱的硬币 一元钱 对 一元钱的硬币 因为钱生钱这样的事情 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我们先把一元钱的硬币握在手里 然后呢 手去碗里拿硬币的时候 悄悄把已经准备好的 粘好的这个一脚钱的硬币呢 握起来 就好比是我们从碗里拿的是这个 其实已经粘在手里了 一起说 乌拉乌拉丁 答案了吧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一元掉下来了 一脚钱还粘在手上 一元钱的掉下去 而一脚钱的 藏在手掌后面 抗毒 好漂亮哦 来 小朋友变出来 变得又来 好 来的底部部长 小朋友们太棒了 今天的魔术学会了 为自己拍拍手 为自己加加油 嘿嘿嘿 大家一起拍拍手 一起加加油 哇 太棒了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都学会了 是的 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一定也能学会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魔箱乌拉拉 有没有学会今天的魔术呢 一起来看 乌拉拉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在变魔术之前 把一脚钱的硬币 像这样粘在手里 并捏住 同时在手里藏好一枚一元钱的硬币 第二步 假装从碗里拿出一枚硬币 念咒语的同时 打开手掌 就好像一脚钱硬币 变成了一元钱的硬币